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态都会消化不掉 对 我想我们还是要很高兴的跟大家讲 反正要做分析 你总是要知道未来怎么样 其实我今天心情还是很好的 非常好 因为我说的IC设计即将大跌 跟日元有关系 那日元真的是大幅的一个拉回 所谓的升值 然后你看IC设计挡挡跌停 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升级股 台卫体这个G全部飙上来 然后那个台卫体还涨停板 这是第三根 第三是涨停 可见 我这样讲好了 指数应该是偏空 我上个礼拜也跟大家提到 偏空 那么指数的偏空 我们还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指数一个个股 但是个股跟结构有关系 只要结构的运作是对的话 我们还是以个股多头的角度来看 但是你有没有有买有卖之间 你有没有拿捏出一个道理出来 有没有买堆股票 对对对 有没有卖到刚好的时机 然后换到这个该涨的股票 我想这就是股票上上 这个所谓的操作的观念 好 我们一样 每天还是要跟大家讲指数 指数 来看一下 指数我提到的 指数是方向的问题 方向的问题 那么方向的话 股票就有所谓的指标跟方向的观念 指标跟方向的观念 那么今天当然还是空头惯性 还是空头 还是空头 那这个是11点半 每天投资朋友都稍微熟悉一下 因为我们 我还是在那一句话 你指数拿捏的准的话 至少你的风险降低一半 对 因为股票就是指数跟个股 11点半到12点半 如果还是拉回的 到12点半附近来到 有没有 来到今日的低点 12点半的附近 来到今天的低点的话 尾盘要收最低 那稍微会淘在盘上 让你逃命 今天是不是收最低 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盘 今天的空方惯性 是不是这样子做 是不是这样子做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1点半在这里 11点半 11点半在这里 11点半到12点半 是今天一大早 除了一大早 一大早 指数谈到这个 上头一点点之外 事实上也是直接开低的 今天的均价限本来就很低 这个重要的关卡 一直没有办法站上来 来到11点半在这个地方 11点半到12点半 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12点半附近 今天有杀破今天的低点 有没有看到这个低点 是不是在这一个点 这个点的附近 这个点的附近 杀到今天的最低点 所以注定今天 稍微弹上来 尾盘要怎么样 收最低 小塞一下 要收最低 几乎是收最低 几乎是收最低 所以我说这个 惯性定律还是挺好用的 那怎么样把这套 这个惯性定律 放在操盘工具里面 也是一门学问 现在程式设计很发达 你的操盘工具一定要很精准 技术指标设计一定要 至少要比人家精准 不要老是绕在G线 K线 KDRS 绕在那边的话 你就会成功 趋势线今天 以盘中来讲的话 盘中仍然出现空方的惯性 空头的惯性 很明显 11点半到12点半 仍然照杀 12点半附近 跌破今天的低点 所以呢 今天预告是要收最低 至少是最低附近 所以这个是没有骗人的 所以这个惯性定律 通常稍微熟悉一下 就是我说的 今天11点半到12点半 11点半到12点半 杀下来 对不对 12点半到今天最低点附近 稍微小谈一下 收最低 所以今天是标准的空头惯性 好 指标再来看看 我说过 搭配指标的一个格局 指标 指标 这是方向 现在要搭配指标 那指标就是我们画面上 跟大家提到的 来看一下 指标从上一次 指标 我们说指标 昨天我们在 我说股票 股票市场上要 指标跟 跟这个 就所谓的技术面 那指数这一块的话 比股票简单千百倍 它是很简单的 因为只要 技术指标设计 精准一点 就好像我跟大家讲 一种指标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这样子 方向 指标也告诉你 这个方向 那之前的这个点 8400多点 一路回檔到八千 一百点以下 稍微小反弹一下 你说这个鼎台老师啊 鼎台库 你看这马上又翻下来 那我要跟大家讲 这里到这里 掌握是一百多点 那你说 这个点 是多方的点 这个是空方的点 你再怎么样 也输赢不大 我也跟大家 礼拜二那天 跟大家讲 输赢不大 但这个点 你知道要下来 那这又是今天一百六十点 这个点 又是一百六十点 以上接近两百 所以 没有什么输赢 对的话 一个大波段 对的话 一个大波段 你对的话 从这里 这个点 这个点 一个转折点 你对的话 是一个大波段下来 然后呢 这个回补 然后这个短多 再一个大波段下来 所以 这样的就是 符合我们跟 在股药市场上 我们说的 最坏状况 输赢不大 小赚 小赚 小多 小胜 可是你对的话 又接近两百点 一对的话 是两百点 一对的话 是两百点 然后这个架构是这样 那如果 这是指数的计数指标 我说 指数就是计数指标为主 那你把它放到个股 你也要学到这一点 你在操作个股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跟大家讲 以个股来谈的话呢 个股市略弦复杂 比这个股票市场上复杂太多了 对 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 一个观念 这个就是这三个观念 那我也跟大家提到说 我们以个股来谈的话呢 来 就是这个观念 IC设计跟生计股是悄悄板 IC设计 这个我讲好几天 好一段 已经讲一段时间了 所以你看到IC设计股下来的时候 生计股就上来了 我们开始来举例 我们来开始举例 好 那么要举例至这个点 因为我们之前有去 去跟投资朋友上课 演讲上课了 那我有提到说 这个 只要新版的证所税 一过关的话呢 那大家要留意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借壳上市的 就会挂了 所以你很清楚看到今天 第一档 你之前没有赚到一区追高的话 你大概也跑不掉 因为这个直接跳空跌停 直接跳空跌停 这个叫辛达 我们来看一下辛达 直接跳空跌停 那么我说 如果你有指标来操作的话 很好操作 第一个 这个叫辛达 这个99的辛达 他算是借壳上市 对 你看这个 长那么多了 长一大段 现在盯上他 这个是新版证所税 即将过关有很大的原因 我在上课的时候都讲过 所以这个首当其中下 今天直接跳空 事实上你不用等他今天跳空 前两天你就知道 他空方 卖出信号出现了 所以 顺势出场 我说过 那么这个 起跌第一跟蓝 所以我们的动作很简单 你看 就当然这一档股票 这里是多方 一路涨上来 几乎是一倍 一倍多 你可以霸赚他整个大波段 你也可以在现在盯上他 也许天天要跳空跌停 对 可是你可以卖在 这个是相对的高点附近 你看这样 这个整个架构 所以我们说 这个指标设计的精准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盯上他 当然这种 涨多了就一定会有这种 回答一下嘛 对 但是不管这样 你至少这样做 我们再来提到说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3556 356 356 356 IC设计 我们看到 跌一大段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这个是跌停 这个是跌停 这个也是跌停 这是何瑞亚 何瑞亚在这个点出现什么 何瑞亚在这个点出现什么 是反手做空的点 对 不是很奥妙吗 你看 这是几天前 1234天前 四天前 我们去演讲会场的时候 有跟大家提到一档股票 顺便拿给大家看 来看一下 他会点 四天前 投资朋友 注意看哦 注意看这个动作 你一定要很熟悉这个动作 这个IC设计股 因为日元的回升 开始下来 四天前 他一下来的时候 升级股上去 四天前的何瑞亚 在这个点 何瑞亚在这个点 四天前 在这个点 有没有看到 四天 1234 然后呢 台威比四天前 你注意看哦 他下来台威比四天前 我记得 我记得这个 这个上课演讲的时候 也谈到这一档股票 是不是连拉四根 嗯 是不是 这一天稍微拉回今天再创破断线 今天盘中一度的涨停 对 是不是在四天前 他就开始动 对 今天大家注意到2458 这基本面很好的 这个翼龙店 你看看今天 是不是在四天前 一样在四天前 这是翼龙店 跌停做收哦今天 对 翼龙店 爆量耶 对啊 爆量哦 你看 一二四天前 他开始击杀 有没有 这是IC设计的翼龙店 跟何瑞亚一样 同一个时间下来 何瑞亚跌的比它更深 因为这四天当中 何瑞亚就有三根跌停了 这么重量级的股票是这样 这样跌下来 对 四天前这个点 我们的超盘指标 要告诉你什么 反手做空哦 这个很奥妙的 四天前叫你空IC设计 这个 这个叫超盘工具 对 这个不是你的那个看盘而已哦 不是看盘而已哦 这里有操作的指令 嗯 这样才叫做超盘工具 哦 四天前 一二三四 大跌一段 这个叫翼龙店 是 那四天前你把IC设计 卖掉的话呢 来到这个 这个台威体 这个点 你看 连拉四根了 嗯 连掌四天了 连掌今天 四天里面有三支掌停 嗯 这样是不是叫操作 是不是你能够体会到 我跟大家讲的 这一个观念 有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台威体算是 十威第二了哦 嗯 可以这么说 好 既然谈到这里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谈一个观念哦 我们去演讲的时候 来看一下 这个画面比较小啦 好 没关系 这是我去演讲的时候 这是五月 五月二十五的时候 嗯 哦 那两三个礼拜之前了嘛 对 我去演讲的时候 跟大家讲 就这个会场给大家的 嗯 这个股票 创下三年新高 之后这个股票创三年新高 这个股票一直没有动 就停在那边 也没有跌 但是这个股票 拉了一倍 这个股票拉了 实在 五月二十五块 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讲 我们要去跟大家见面 这个股票拉了一倍 我要去之前跟大家讲 实微的No.2 有没有 我们这一次 六月九号我去演讲的 我去演讲的 这个股票今天差一点 创新高 对 这个股票横向整理 这个股票 从六月九号到今天 拉了三支涨停 嗯 我这样讲 大家有没有听懂 你最坏的状况 你看到这一届 这个是没有动的 这是创三年新高的 当时候之后 这个是拉一倍的 这个是拉了一倍的 这是在这个 这个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我们又在上个礼拜 又去一次 前几天去一次 在六月九号 有没有 这个今天差点创新高 这个已经过去这几天 几乎是天天涨停 几乎是天天涨停 这个是 平盘附近 所以你最坏的状况 是没输赢 嗯 最好的状况 是创新高 跟拉了三支涨停 你最坏的状况 是没输赢 好一点的是 创下三年新高 最重要的是涨一倍 我想这个 都是可以做验证的 嗯 都是可以做验证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 为什么 全市场大概只有 我会跟你讲说 这个是这样子 而这个东西啊 跟日元的升贬值 却有很大的联动 对 IC设计 你看看IC设计 这个IC设计 它下来 下来原因就是 日元开始升值 嗯 这个点就是 和瑞雅的最高点 九十几块 和瑞雅现在已经看到六字头了 有没有 它分两个阶段 开始就大幅的升值 日本股市 大家说已经进入熊市了 对 有没有 所以这个大幅的一个升值 带动了IC设计的大跌 IC设计 一跌的话 生计股就涨上来 而且你还必须要挑到 台微体这个 会不会再 连续一直涨停 这个我不敢跟你保证 但是最坏的状况 是没输赢 对的话就一路上去了 投资朋友 这个叫分析 这个叫结构分析 这个叫做操作 嗯 慢慢 你慢慢一体会 因为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 是有道理的东西 对 它是一个一个 这个 这个没有一二十年的经验 因为这个看盘 我们看盘看盘 对 你看盘要看着重点 你看现在IC设计 不止它一路 一路杀 一路到像金豪科 你看金豪科 这个MCP的这个概念骨 处理器的概念骨 你看 都是在前几天开始大幅压回 这个叫金豪科 一路大幅的拉回 嗯 一路一路拉回了 它涨一大段没有错 可是当 当这个日元开始回升的时候 就开始大幅拉回 嗯 可是这个时间点 生技股 包括今天的基亚 也是大涨的 对 全部在这个时间点 生技股开始大涨了 那这个悄悄板 投资朋友 如果你通的话呢 来 我们现在开始 进入实物操作 你知道日元的升值 你知道日元的升值 会让日股大跌 而会影响台股的IC设计 所以你愿意在这个IC设计啊 逢高卖点到了 勇敢退出 甚至我们建议大家 可以做融卷 嗯 你看 这是有买有卖 很干净利落的 因为你会实际上分析 可是你的资金没有停下来 有没有 你进来做台胃体 你进来做台胃体 你看 台胃体拉了一大段 台胃体拉了一大段 事实上台胃体 短线早就转强了 四天之前才开始急拉的 对 对 也许你没有做到这个点 差不多嘛 这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可是你做到 我们跟大家讲四天之前 我们去跟大家 上课演讲 是讲这一档股票 你看 它是不是拉了四根 是不是拉了四天 里面有三支涨停 这个时间点的 这个重要结构的转折 你看看今天 多少生计股是一档一档的 尾盘都直接拉上来 你如果能够掌握这个 结构转折的要诀的话呢 这一套工具 对你来讲叫做 如虎添翼 因为我们的工具里面 都会跟我们投资朋友 报告这个相关的一个内容 包括 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台胃体的文字 也都有 台胃体的文字也都有 还有呢 我们之前谈的什么 石威 石威 有没有看到 五月二十一号还没动的石威 还没动的石威 那五月二十一号之后的石威 就一路拉台上去了 八十一六 你看一下这个石威是不是 一路拉台 是五月二十一号这一个点 对 很清楚哦 石威这个点 五月二十一号这个点 有没有 五月二十一号 五月二十一号 还有文字来叙述 文字来叙述 这个点位就是五月二十一号 这就是五月二十一号 五月二十一号看到没有 就是五月二十一号的点 就在这里 五月二十一号 从这边都看到了 五月二十一号 时间在这边 五月二十一号 转强股是十位 用文字来叙述 这么一拉一百块 就直接拉到两百块 对 然后呢 这个点除了有 这一个文字叙述之外 告诉你多方进场 停顺点也守好了 你一点麻烦都不用去拆 不用去看什么多头啊 什么量能啊 什么买卖 不用 都不用 嗯 就是这个点 文字来搭配叙述 自己跑出来 这文字会自动跑出来 所以简单易懂嘛 好操作 很简单 可是这一个波段 你整个下来到今天 十位今天盘中 差一点又涨停了 对 3D列印为什么这么强呢 继续高档 待会要跟大家讲 3D列印为什么这么强 好 在这个大盘呢 还是偏向空方发展之下呢 这个挑股会变得越来越难 那到底在下一波 或比较变成了主流的个股 还有哪一些 我们台股新功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维大利 伊大利 维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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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is it good to drink 你点看吧 好 维大利的金黄色 是维他命D2的原色 不是色素喔 颜色记忆法技巧大公开 如何运用K棒颜色 让您趋势早知道 财经专家陈斐娟 交易达人中建安 6月15到16免费投资奖座 方明专线02-2516-7707 2516-7707 已经两年了耶 大全哥这两年来 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期待色税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生病了 他吃的这个东西立刻好 他就说特效药 那万一你吃的不是药呢 台湾好所在 开播第一集买到现在的话 你已经 就不准来找大全哥了 对… 输了算我的… 他打的是防重 不是防假 如果说你去年 拿了一千万去做股票 你现在还是有多少 你拿一千万去买房子 就算变凶宅 至少我还有住的地方 自己进去吧 你这是一样嘛 第07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 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产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定巴巴 让您轻松钱混钱 就在三立财经台 三立财经台 晚间抢挡地线 这么多的财经信息 遇到你哪样 可以帮我们赚大钱呢 邀请您跟我一起分享 财经大头道 我们的六十分钟 带你掌握国际三六零 另外眼睛看到的 不见得完全都是真的 十五次的秘密 打开电视 都在三立财经 追逐创新 勇于挑战 电圈首创的科技节目 全台独立而三新品 带您抢先开 恨动全台的财经新蓄力 犀利交娃 旨在三立财经台 欢迎再度回到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好 这个简派哥哥 在这个大盘偏向空风发展之下 这个选股是不是越来越难 我想难度一定是增加了 不过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有分两个部分 来跟大家提到 第一个是指数是偏空的 偏空你只能以空方来看待 但个股呢 如果IC设计股 未来几天就是重点 IC设计国际股市这些电子股 一路大跌 然后IC设计股的资金 能够跑到这个生计股 然后呢 3D列印的股票继续走强 表示说这个内容 结构是对的 因为国外股市一样 在涨这一块 那么在讲这一块 我们先把几个 这个文字上的观念 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你能够 按照这个模式做 所以你就可以 买到赚到 这是一个观念 然后你掌握全世界股市 结构的一个架构 所以呢 操作上你就会更灵活 操作上你就会更灵活了 操作上就会灵活了 那这样一个依据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每次开涨牌 都跟大家提到说 带你掌握全世界 那一样 一样 现在来掌握全世界 趕快啊 一样一样 都要掌握全世界 没有到掌握全世界 你就难做 因为全世界 现在有几个重要的格局 道琼也是中错了 一万五破了 一万五破了 那么这个 这个日本股市 今天一万三破了 一万三破了 一个一个破 好我们再来看看 恐慌指数 我跟大家讲 这一次不能在一般的角度来看了 20就是重要的 最近这个一个一周 恐慌指数 暴升了大概超过三成 对 这个一直往上 就越恐慌的意思 所以我用一个黑圈跟大家提到 如果超过多少 就是代表说先 20 20啊 每股具有中空的架构 每股现在是短空 有时候短空啊 还有机会翻升 如果来到20的话 每股的这个指数 中空就明显了 可是 可是 按照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 日股已经跌了20%了 跌20%就是熊市了 那国际股市到底这个结构 会不会 会不会说 直接让台北股市一路大跌呢 只要台北股市 你跟着这个指标做 该买该卖 该空你就空 然后 一样哦 要做多的话呢 3D列印 或者生技股持续涨的话 你多头也有多头的指标 你不用担心 因为3D列印为什么继续走强呢 我们继续来看哦 国际股市这一两天 我们刚好遇到一个端午 端午节 好我们看到这个 这些文字啊 每天早上在8点多的时候 8点40几分之后 我们这个会自动跳出来 跳出来它有声音 所以你不用 这个是不用操作的 它会自己跳出来 不用操作 这个不用特别去操作 就自己跳出来 好我们看到苹果做头 一大堆股票都做头了 但是啊 3D列印啊 居然在创新高 这几个3D列印啊 这昨天是稍微拉回了 这小跌而已 一涨都这个 都接近创新高 所以时威冲泰 今天有没有涨停 有没有冲泰今天又涨停了 那我说过 我没做大总啦 因为这个玄谷 因为时威跟大总 是一个模式的 大总是做软体的 对对对 时威也是嘛 冲泰是这个扫描的嘛 冲泰是扫描的 冲泰是扫描的 然后呢 这个阳明光这一类 是属于3D印表机的 它这一块还在继续走强 所以 我这样讲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懂 今天3D列印继续大涨 表示这个结构是对的 这个多头的内容结构是对的 3D列印 3D列印 这一个 有没有3D列印 这个在 这是前一天嘛 冬午节我们那天修饰嘛 他前一天再创新高 是 又大涨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拉回 所以3D列印的股票是对的 投资朋友 我再讲一遍 你一定要体会我跟大家讲的 如果我们的内容 涨的是对的话呢 这个叫多头 它的结构还是多头的 这个IC设计股要拉回 资金如果跑到生计股 那这个结构是多头的 这是多头的结构 但指数因为这些权重股的拉回 指数难免拉回 所以指数方面要偏空操作 但是个股呢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你的操盘工具有没有很清楚 带领你去大胆去做这个 像石威这种的 石威这种的 石威从这个点 这个点是100块附近 我在5月21号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投资人 在这个地方做进场 三天之后 我去上课演讲 在这个位置 他并没有涨多少 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在店上 我们那时候还跟大家讲 隆重推出3D列印 还跟大家预告这一档股票 文字在这边 你买在这个点跟买在这个点 大同小异 但是这个点到这个点 短短的十几个营业日 它是一倍论 一百万还有两百万 对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图形 我说过啊 你跟着指标做 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对 这里做一次 这个时候你不知道 什么叫3D列印 你说我忽略到这个 没有关系 有买有卖 对 让它震荡整理完之后 再来一次 这个点 这个点就是5月21号的 这个点 对 如果你没有做功课 你抓不到这个点 你不知道全世界的3D列印 再创新高 你抓不到这个点 所以 这个点当出来的时候 文字叙述也出来了 文字叙述也出来了 文字叙述出来之后 你搞不清楚 这个点到底什么意思 简单易懂怎么样 好操作 这里告诉你 多方进场 连停损价 都把你守好 这一个点 涨到这里是一倍 所以你按照这个模式 投资朋友 你把你的眼睛再放大一点 我一直强调 看盘工具跟超盘工具 它是很大的差别 你的东西只是看盘 KDRSI 它没有叫你做动作的 我们的这所谓的超盘工具 有盘前的3D列印 国际股市大涨的一个架构 有盘中这个 5月21号10点1分的一个架构 就是这一个点 这个点 这里写的5月21号 那天是礼拜二 有没有 然后整个架构 你才能够强力的获利 这个股票现在都还在涨 投资朋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国际3D列印的股票呢 持续的在涨 所以我说过 投资朋友我说过 这些包括我们今天 之前跟大家提到 像我们这一次 我们再看一次 这是我5月25号 5月25号 去演讲会上 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讲 这个之后创了三年新高 涨了大概三成 这个是在平盘 到现在都还在那边整理而已 这一档股要却涨一倍 你最坏的状况 没输赢 小赚 大赚 对 6月9号 这几天我们去 有没有 这个 今天 差点创新高 就算没什么输赢 这个也没什么输赢 但这个已经在过去 这四天当中 拉了三支涨停 你必须要很了解 这几天台北股市 是没啥行情的 我们说没啥行情啊 真的是 是有点伪心之论 是中错的喔 可是我们的股票 四天可以拉三支涨停 就在你能不能很清楚的了解这个结构的分析 跟你有没有一套很好的操作工具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任何疑问 想要了解 这几天下个礼拜马上证锁说要过关了 你准备好了 就跟我们联络一下 好 包括了现在整个三支涨停的部分 都还是呈现了这个网上大奖的行情 还有哪些个股呢 请继续锁定明天的节目了 我是韦庭 我是薛琳奈 拜拜